全论,救助时或将现在的修正过程,以反文字性法门相对照,必以为并非十分恰当,我也是认为不恰当。 那因为反文文字性,那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言通,那么论言禅三昧,那是整部论言经统统叫做论言三昧的,所以我也是认为不恰当。 其理为一,有时两个法门不禁对得上,二,有时更劣险牵强,三,反文字性法门为一个特殊法门,以求证物,专门是明本性见本性用的。 而大否定法,这一本性本性的修习,这更进一步了,已经开悟诸位,已经开悟见性,才称为守能人三昧,没有开悟见性怎么能称为守能人三昧呢? 所以,反文文字性,只是明心见性的一个过程,到最后明本性见本性,用这个,才进入守能人三昧,这个不能弄错的。 简单讲,明心见性是守能人三昧的基础,能这样讲,基本呢,这个目标是明确的。 事故梁子不惜混同而演,大否定法是大否定法,反文字性法门,是反文字性法门。注意,反文文字性,重点在那里,重来在明心见性。 所能人三昧的重点在那里,依此本性,下去,继续修行。 简单讲,反文文字性那个法门,见性了,是守能人三昧的开始,要这样的认知,认识。 这大否定法是大否定法,是大否定法,反文文字性法门,是反文字性法门,上可奸下,而下不可奸上,故非等同志者详,志者请详。